汉末大乱之际 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 曹操 刘备 孙权 最终一军突击 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 魏蜀乌三国 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 那么如何揭开这关 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的历史迷雾呢 静静关注 以人间天三国之 殊途同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次讲到 陆逊之死深层的原因 是孙权与士族的矛盾冲突所致的 这种情况 在曹操 刘备 诸葛亮那里 同样存在 因为魏蜀乌三国 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 曹操 刘备 孙权 也无异于建立一个士族地图阶级的政策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都是逆流而上 那么同样面对士族阶级的抵抗 曹操 刘备 孙权 在建国的道路上有什么不同意 魏蜀乌三家最终又为什么会同归于晋呢 夏美大学义中天教授 做客百家讲展 唯一精彩讲述 品三国之 殊途同归 曹操的道路呢 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 也可以叫非宫廷政变 为什么呢 因为曹魏的天下实际上是他用武力打下来的 是武装夺喜政权 但是最后交接的那个仪式呢 是善让 善让给人感觉好像是和平演变 或者宫廷政变 和平过渡 或者叫做 无以明知 所以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 或者非和平过渡 或者非宫廷政变 那么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 我们不是把政权叫做上层建筑吗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栋房子 那么建立一个新政权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盖房子 那么曹操呢 曹操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开发商 建建筑师 他要盖一栋新房子 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法家韩族制 曹魏政权 那么他能不能盖呢 能 他迎奉了天子 就等于征得了土地 他战胜了袁绍 就等于取得了资质 他现在是一个有土地的开发商 和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师 那他就可以盖房子了 但是曹操马上就发现他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批得的这块土地上有一栋房子 不东汉吗 这房子他不能拆了 他拆了这个房子 他就要拾去这块土地 所以他不但不能拆房子 他还要装出一副很维护这种旧房子的样子 像一个精心呵护这个家的老管家 而不能够充当一个强行拆迁的开发商 他不能强行拆迁 那他怎么办呢 他想出个办法来搞装修 你不让我拆房子吗 我装修总可以吧 这房子旧了吗 破了吗 快倒了吗 那么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是个框架结构的房子 说你装修的时候你可以敲墙 只要不是沉重墙 你也可以把厨房挪动一下 你可以把厕所挪动一下 你都可以做 曹操的打算就是这挪下那挪下 这挪下那挪下 等他装修搞完了以后 大家发现这房子变了 那这房子该姓曹了 他是这么个打算 那么这个办法好不好呢 是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房子不能拆 你绝不能拆房子 那么东汉这个上层建筑 这个房子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三根支柱一个屋顶 三根支柱就是 外戚 宦官 氏族 一个屋顶呢 就是那天子 叫那皇帝 曹操把皇帝弄到自己手上 他把屋顶就有了 那这三根柱子 两根早就倒掉了 剩下一根 独木难枝 这个时候他就麻烦了 他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他搞装修 不是真搞装修 他是要偷梁换柱 偷梁换柱 你动不动柱子 你动不动 不能不动吧 那么你动了这个柱子以后 这屋子不再塌下来了吗 这是他的难题 同时 氏族作为柱子也有问题了 就是我们本来是柱子 现在屋顶都朝朝那儿去了 我们去不去 我们不跟着到朝朝那儿去 我们成了光改司令 这个野地上 处境跟柱子 我们跟到朝朝那儿去 最后我们是变成了 汉县帝的柱子呢 还是变成曹梦德的柱子呢 他们也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曹操和氏族都有难题 最后他们的办法是什么 曹操的办法是 拉拢氏族 利用氏族 依靠氏族 不相信 因为他用搞装修的办法 来搞这个事情 他没有氏族 他装修都搞不成 所以他必须 把这些人都弄来 这些人也都来了 你不想说杨彪啊 孔荣啊 荀玉啊 崔衍啊 都是氏族 都是民氏 都来了 这些人来了 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拥汉不拥朝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曹操运筹帷幄 结束了汉末群雄混战的局面 统一了北方 其中 曹操所走的关键一步 就是迎奉大汉天祠到取都 这就为曹魏的基业 找到了个房顶 可是这个房顶 原来的三根支柱 倒了两根 外戏和混乱 在董卓进京之前 就已经自相惨上 两败俱伤了 那么剩下的士族 这根柱子 曹操究竟该如何对待呢 士族们与曹操 能够很好的配合吗 实际上我们看 当时来到许多的这些士族 或者说民士 它其实是形形色色的 不可以一刀切的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三种 一种是只认大屋顶 不认装修工 那我就是冲皇上来的 也不准你这个瞎搞装修 你看到你动墙啊 动什么了 他就出来抗议 以孔荣为代表 被曹操杀了 你不让我搞装修 我要杀你 第二种呢 赞成曹操搞装修 也帮着曹操搞装修 但是希望曹操 把房子装修好了以后 还给屋主 还给业主 就是汉王朝 你不能得了 你如果要装修完了 他自己得了 他要反对 寻裕是代表 寻裕一直帮着曹操 但是曹操要称卫公的时候 寻裕不赞成 因为他骨子里拥汉 就寻裕这个人呢 叫做表面上拥朝 骨子里拥汉 地地道道的是 身在曹营 心在汉 这是寻裕 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 也认你这个装修工 也让你搞装修 也帮你搞装修 等你把房子装修完了以后说 其实房子应该这样装修 按我们的方案做 最后发现这房子 还正按他们方案装出来了 以谁为代表了 陈群 陈群是表面上看是拥朝派 就寻裕反对曹操称卫公 就曹操当个卫公 寻裕都不同意 陈群怎么样了 陈群说你应该当皇帝 曹操当了卫王以后 劝禁的人就是陈群 但是曹操一死 没多久 陈群就拿出一个方案的 九品官员法 又叫九品中正制 这个方案是什么呢 保护士族 垄断仕途的特殊权利 我现在没办法仔细讲 这个九品官员法 它实质就是 保护士族地主阶级 垄断做官权利的特权 把这个方案交给曹操 曹操拿来一看 马上明白了 原来你们这些人 喊着拥护汉王朝 要复兴汉士 不让我们朝家篡位 说白了你是要这个 什么拥汉 就是要你们四足的特权 好吗 我给你做交易嘛 我同意 实行九品官员制法 或者九品中正制 于是这些人马上说 我们 哎呀 大家都盼望李久啊 不好意思 这个殿下赶快称帝吧 曹操说那不好意思 我怎么能称帝 哎呀 你要不称帝 武王在这个坟墓里 都睡不安稳嘛 曹操当皇帝了 所以他四足是不一样的 孔荣 寻遇 成群 代表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如果我们要评价一下 我觉得是孔荣 高傲 寻遇 高尚 成群 高明 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实现了本阶级的目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是曹操的想法 不等于曹操的想法 曹操并没有说 一定要当皇帝 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问题 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关键就是曹操说的那一句话 如果天命在武 以为州 文王 这话到底怎么理解 而吕思勉先生说 那就是不想当皇帝 很多历史学家说 那其实就是暗示他儿子当皇帝 其实我的看法的曹操 那个时候就是听天由命 因为曹操这个人的特点 是有理想无蓝图 他根本不知道 他自己的路怎么走 他的路是他摸石头过河 一步一步摸出来的 走到哪儿算了 你去看他的数字令 他讲得很清楚 他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走到最后快死的时候 他就想到听天由命 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不管了 是这个意思 但是曹操和私族地主阶级 达成这样一笔政治交易以后 就使曹操政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性质变了 由法家寒族之政权 演变为儒家士族之政权 虽然表面上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 实际上背离了曹操当年的初衷 是曹操的胜利 曹操的失败 曹操的喜剧 曹操的悲剧 所以曹操之魏曹 已非曹操之魏国 当黄袍夹在了曹操身上的时候 曹操就不可避免的 要被人画成一张大白脸了 所以曹操称帝之日 既是曹操卫灭亡之日 以后的司马代位 那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 为已经变成私族地主阶级的政权 再来一次加冕一事 这是曹操 自从汉先祖被曹操迎奉到许都之后 汉朝廷就被曹操一步步逃空 公元218年 曹操被侧奉为魏公 他的魏王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新朝廷 但是曹操在当不当皇帝这个问题上 面对向孔隆军狱等事实 或明或暗的反对 心里还是很矛盾的 事实上曹操最终并没有成立 而称霸江东的孙权 却于公元229年成立了 难道孙权不知道事实的厉害吗 孙权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呢 如果说曹操是借东汉的房子搞装修 那么孙权呢 孙权是在帝国大厦里面有一个套房 江东啊 名义上还是东汉帝国的 孙权没有产权证 刘备呢 对不起套房也没有 借别人的房子住 那他们怎么成功了呢 前有车后有车 看着曹操啊 曹操给他们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 世俗阶级并不可怕 可以战胜的 曹操提供的反面经验是 世俗阶级力量很大不能应来 所以曹操是逆流而上 孙权是顺势而为 而刘备是绕道而行 怎么讲 孙权 顺势而为 什么叫顺势而为 就是江东化 那既然这个天下总归是世俗的 我这地方就先给他算了 所以孙权的道路我称之为 本土化生存 就是孙权的哥哥孙策 打回江东的时候 他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怀世将领和流亡北市 就都不是江东人 他是靠那些非江东人 也非江东氏族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政权 他依靠的 早期依靠的主要是周瑜张钊 周瑜是怀世将领的代表 张钊是流亡北市的代表 这些人呢 在江东没有根基 没有势力 可以放心地使用 所以孙权的前期 你看他的军臣关系是 比较和睦和和谐的 因为这些人可以放心 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外来的 他没有根基 孙吴要在江东扎根 你必须依靠本土氏族 也就是你必须江东化 所以孙权到中后期就逐步的 把权力交到江东氏族的手上 比方说雇雍为丞相 陆迅为统帅 四大家族的雇禄两家 分了文武大权 而且江东自主的子弟 进入村权的幕府和政府的 数以千计 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字 无人之无 无人之无 就是江东化 就是本土化 这样一来 江东氏族和孙吴政权 就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一损据损 一融据融 因此当外来的军事力量 要来对付江东的时候 江东氏族挺身而出 他不仅是保卫孙权 他是保卫自己 要知道中国人的这个家族 地方观念是很强的 保家卫国 是两个概念 合成一个概念 但是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 孙权的江东化 本土化 本土化生存 保证了他这个政权的存在 同时他也造成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孙权本人的内心分裂 因为他这种江东化 他本人不代表江东氏族 他对江东氏族是无可奈何的依靠 他并不相信的 所以他的晚年 疑神疑鬼 刚愎自用 行事乖章 内心分裂 结果弄到什么呢 结果他用心严峻 吴国上下言路不通 但都不说话 都不提意见 都不讲真话 这样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何况江东氏族 也不是中原氏族的对手 是吧 当天下大部分归了近 以后他怎么对抗得了 所以吴国 也要灭亡 通过义中天线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为了建国 孙权只得吸取曹操与士族阶级矛盾的教训 他顺势而为 采取了无人之物的办法 把孙权的命运 与江东士族的命运紧紧地滚放在一起 孙权这样才在汉墨群羞中获得了一席之力 如果说孙权靠不凶打下的基因 在汉帝国大厦还算有一套房子住 那么刘备是连房子也没有的 都是借别人的住 那么刘备的建国道路又是怎样的呢 那么楚国呢 我前面讲 曹魏是非和平演变 或者说曹魏是非和平过渡 孙吴是本土化生存 那么蜀汉我就称之为计划外丹裂 因为历史原本没有他的计划 我前面讲过长江流域三州 三个州目都是中市 刘瑶 杨州目 刘表 金州目 刘烟 义州目 北边还有一个刘虞 幽州目 刘备也是中石州目 玉州目 但他那个玉州目是空的 玉州也不归他 所以鲁树为孙权做规划的时候 说三分天下没有刘备 是孙权 刘表 曹操三分天下 刘备是冒出来的 那么刘备这个人呢 他也有优势 什么优势呢 名为宗室 实为寒门 曹操呢 燕树之后 宦官的家庭 曹操叫出生乌卓 孙权呢 叫做出生孤威 刘备这个出生呢 我想了半天啊 所以发明一个词 因为刘备呢 既不是富贵 也不是贫贱 他是贵 宗室嘛 但是贫 我就发明一个词 叫做贫贵 又贫穷 又高贵 所以他这个人 很有意思 他两边都喜欢他 至少两边都能接受他 他跟两边也都能打交道 但是实际上 你看他的队伍 没有人出生名门望处 刘关璋都不出生名门望处 尤其是关羽 关羽是最瞧不起施主 张飞相反 关羽在 关羽张飞在这个问题上 是相反的 张飞呢 对士大夫非常客气 对士兵不好 这关羽呢 对他的士兵非常之好 就瞧不起这些士大夫 什么文化人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所以我觉得曹操 那么喜欢关羽啊 可能有一个 没有说出来的原因 就是发现关羽比他还蔑视氏族 太过瘾了 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出生 碰上了一个历史的机缘 应该说是 因为当时曹操如果不打荆州了 我们现在也很难讲 以后怎么发展 是吧 刚好曹操又打荆州 刚好刘表又死了 那么孙权又跟他联盟了 他们赤笔之战 把这个曹操又打败了 然后他趁机夺了这个荆州的南方四郡 然后慢慢发展 又碰巧这个刘章 也是个不中用的 又把亦州给了他 他发展起来了 所以他计划力外胆力 本来没有这个事 而且你们看他这个 整个的建国过程 那基本上是跟着曹操走 这刘备的就最聪明的 我觉得就在这里 他盯着曹操 你曹操不在前面闯入吗 那曹操是第一个出来 和自主地主阶级对抗的人 所以被骂死掉 他盯着曹操看 他有一段话 他跟庞统说的 他说我美与曹反 我都是跟曹操反着来的 曹操这样我就那样 曹操那样我就这样 我反正跟他反着来 我就成功了 聪明了 所以千万不要跟风 跟风是最蠢的 那他有一条都跟着的 建国之路 曹操称魏王 我当汉众王 曹彼说我是魏帝 那我当汉帝 所以田于庆先生说 蜀汉的建国之路 是抄袭历史 剽窃邻国 没什么创意的 这不是否定刘备的意思 刘备本人还是个英雄 而且我觉得刘备的出身 给他一个很好的条件 就是他比其他人 懂得民间几乎 他这个从小 执席子卖草鞋的那个生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他更懂人心 更懂人心 这养尊处优的人 是不好的 袁绍为什么失败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公子戈尔 顽固子弟 养尊处优 不懂民间疾苦 因此也不懂人性和人性 曹操比他懂 刘备更懂 但是刘备 称帝两年以后就去世了 真正治理蜀国的 不是他刘备 是诸葛亮 所以我们在讲三国主要领导人的时候 我提出来的是四个人 就是曹操 孙权 刘备 诸葛亮 诸葛亮虽然不是国王 不是皇帝 他是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那么诸葛亮 自属怎么样呢 非常精彩 属国是治理的最好的 而且在诸葛亮领导的期间 蜀国的情况相当之好 而蜀国之所以要灭亡 也恰恰就在这里 刘备甚至自己是没有资格建国的 他虽然有宗室的身份 以及将军的头衔 但那都是空后是票 并不管用 所以刘备在建国之路上 就盯着曹操操 借鉴曹操发展的经验交易 对于 他也尽量避免 与仕途产生正面成功 再加上 刘备很懂得民间气候 中午在公元221年 成帝建立蜀汉人权 那么在刘备之后的诸葛亮 又是如何治理蜀国的呢 为什么一中天显示说 蜀国最先灭亡 恰恰是因为治理的最好呢 因为诸葛亮是一个 有政治理想的人 曹操是有理想无蓝图 诸葛亮是有理想有蓝图 他做事都是有规划的 你看到龙中队 刘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 然后你看到治理蜀国的时候 井然有序 井井有条 有条不稳 而且上上下下都没有什么意见 就说明他做事情之细致 之周密 但是问题他有理想 这理想就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他理想是什么 第一 依法治国 这一点我多次已经讲过了 诸葛亮的依法治国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光辉 最值得大书特殊的一笔 因为他确确实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 那在我们今天看的不是非常好吗 我们今天就是要依法治国呀 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 依法意味着什么 不依人 因为法治和人治是相对的 而施主地主阶级要的是什么呢 依人 不但依人还依人的家族 不但依人的家族还要依家族的门帝门王伐阅 只要我出生好官 哪怕我是个猪呢 我蠢得像头猪来 我也就能做大官 对不对 你们那些寒门 宿族出生的再聪明 再有能力 你也不能去做 这是氏族要干的事情 那诸葛亮公开公平 他就和这个是矛盾的 实际上诸葛亮的政治理想 就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和公平亲民的社会 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你要高效 你就不能看出生 你要公平 你就不能偏袒士族 你要廉洁 你就不能容忍贪腐 你要亲民 你就不能允许霸道 所以诸葛亮做的这些 在我们今天看来值得肯定的事情 都是当时氏族不满意的 都是氏族地主阶级不满意的 他就把氏族得罪了 这第一点 第二呢 诸葛亮自主 独立自主 所谓独立自主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对朝魏 他独立自主 第二个呢就是坚持 他荆州集团第一的 这样一个原则 你看他的指定的接班人 蒋婉 废一 姜维 都不是一州人 也就是说 他坚决的不像孙权 搞无人自无那样 搞属人自属 我们可以看出无属两国的区别就在于 吴国是无人自无 属国是绝不属人自属 不但不属人自属 诸葛亮对于本土的土著的那些豪强 氏族 还在政治上排挤 经济上盘剥 法律上制裁 不能让他们造的反 不但不让他们造反 还要他们出钱 出钱干什么的 北伐呀 你想军费从哪里来 一大笔 是吧 而且诸葛亮 他执法是公平的 他公平的 你就可以想象最后出钱多的是谁 肯定是谁的钱多 谁出的多 都公平的摊派 所以这些土豪们哼死他了 哼死他了以后不合作 何况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心腹汉事 这个心腹汉事 一直是诸葛亮的旗号 口号 但是这是一个过时的口号 你说到诸葛亮执政的时候 天底下还有谁想心腹汉事 谁都不想 氏族地主阶级也不想 是平民老百姓也不想 那个汉事还要他干嘛 而且曹魏 那边 曹匹已经接受成群的建议 在搞九品官人法了 氏族觉得这会儿比东汉还好 东汉那个蛋糕是把三家分着吃 那外戚换官我们 现在曹魏这个蛋糕 是我们氏族一家吃 我干嘛要恢复心腹汉事 有病了 那蜀汉的这些土豪的氏族 你想你看 诸葛亮依法治国 把我们弄得这么苦 你看曹匹那个地方 是吧 我们这些人多开心 赶快来解放我们吧 我们欢迎朝魏来解放我们 所以 蜀汉在诸葛亮的领导下 治理的最好 最先灭亡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魏蜀吾三国都是非氏族政权 从这个角度讲 他们都是逆流而上 但是 结果是 曹魏放弃 孙吾妥协 蜀汉坚持 正因为他坚持 所以他最先灭亡 正因为曹魏 放弃 所以他也要灭亡 正因为孙吾是妥协的 当然也要灭亡 所以三国 都灭亡 公元263年 未灭亡 公元265年 静别未 公元280年 静别无 三家都归于西境 天下 从归一统 中国历史 在全国范围内 进入了 世主地主阶级的 时代 义中天先生 用一年半的时间 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争 关渡之战 赤壁之战 以礼之战 为主线 为我们细致点评了 三国这段历史中 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名 义中天先生 习近的建立 标志着 士族地主阶级 重新掌握了 统治地位 三国只是一段 历史的插曲 那么义中天先生 为什么认为三国 只是一段历史插曲 它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又改用怎样的方法 和价值标准 来看待这段历史 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 请大家继续收看 品三国第49集 天下大事 三国的历史已告一段 我们的遗团却依然存在 三国究竟是一段 什么样的历史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 将站在科学历史观的角度 运用国际与历史相提示的方法 为我们理解地反思 这一段历史 敬请关注 义中天品三国之日 天下大事 因此来自營挤 地描运用国际价 ewa